吴建华出生于丝绸世家 2012年 吴建华从报纸上看到 丝绸专家钱小平 保护复原宋锦的呼吁 立刻就被这一美丽的丝织品所吸引 当时看到钱小平老师 当时写了一封信 说宋锦快要灭亡了 没人住了 对吧 所以当时是我们就一下子 关注到宋锦 后来在深入一了解以后 发现宋锦有很多好的亮点 宋锦是中国的三大民锦之一 因其滑而不炫 贵而不显的风格 受到当时文人世子和贵族的喜爱 然而到了近现代 受机器工业和化鲜面料的冲击 传统的丝织叶逐渐衰落 前小平是宋锦是宋锦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从上个世纪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就致力于中国古代思织品的复原工作 到了2003年 面对宋锦厂的大批倒闭 前小平开始了他奔走呼吁抢救宋锦的历程 本来有个宋锦厂 我还经常去看看 那么我想这个宋锦厂是承载吗 我就需要抢救宋锦了 后来一下子倒掉了 我就也很紧张 真的通信得不得了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抢救 就是90年代吧 到2000初 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字没有 但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天呢我就主要跟你们终点 就是谈讨一下 宋锦跟别的这只 在张绕方面 在结构方面有什么区别 凭借着对宋锦记忆孜孜不倦的追求 前小平成功复制出了一批精美的宋锦艺术品 同时也创新设计了许多新的宋锦门样 他深知 宋锦这种古老的丝织品 要真正焕发出新的生计 不能只靠重复前任的道路 有的时候 比如像看到一个叶子飘在水里 那我就想 这个倒也可以是几个之外 那么我有了灵感以后 我自己的脑子就像一个电影一样 自己就说 应该这个叶子怎么形成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结构 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工艺 我自己就开始全套的设计 图稿出来 我可以放到动力这几张桌 我可以放到电脑上桌 让工厂可以生产 可以普及到千家坏物区 与此同时 吴建华也下定决心 要让宋锦重现光彩 他从改良制造机入手 带领技术团队改造研发现代化数码之机 将宋锦的制造 从传统的手工制作中解放出来 提高生产效率 这个你就可以用送锦来做 这个中间做送锦的 然后你这个带子也做送锦 那这个就造成有元素的 当时的第一款包 我记得在2012年的 我们苏州的第一届 那个文化倡议博览会上展出 当时的时候就很多人的关注 而且很多人喜欢 当时我们第一款样品出来 就有人也给我买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给我极大的信心 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方向是对的 2014年11月 APEC峰会在北京召开 宋锦成为各国领导人和夫人 拍合影所穿的礼服 历礼 对开心 万字文 这些包含中国元素的新中装 引来了全球瞩目和不小的轰动 如今宋锦服饰 还一次次登上国内外时装周舞台 成为中国呈现给世界的 又一张名片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传统文化的时候 它都是来自很遥远的古代 但是它能够走到今天 都是告诉我们 它是有生命力的 它有着内在的道理 当然把它原着原位的 全部拿到今天来使用的话 我相信跟当下的时代 还是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觉得 一定要拿今天的时尚 跟它相结合 所以一个遗产 对它是一个传统的 但是它必须要活在当下 必须要跟今天的设计 今天的艺术氛围 今天的时尚相结合 它才能真正的存活下来 真正的发展 太湖流域梁祖文化的遗址中 就已经出现了 古代早期的丝织品 丝织叶贯穿了 中国五千年厚重的历史 如今 一度被岁月淹没的精美宋景 经历了由盛至衰 浴火重生的过程 终于从太湖之边走出来 惊艳亮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